大家好,我是立夏 最近看天气预报 我们这里连续下一个星期的雨 所以我赶紧买花 买的就是这个 它叫这个荷兰盆菊 它是一种切花的菊 它开的花实在是太漂亮了 很像这个大栗花 但是大栗花 它是那种株形很高很高的那种 而且总球又贵 而这个花的话 两颗才八块钱 而且它的分支能力很强 一次的话可以开出很多花来 我非常的喜欢 我买了两种花色的 买过来已经缓了一天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种下去了 因为这个切花菊 它是株形有点高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比较高的 加能盆来种 两颗种一盆 就用这种二加能盆 这个菊花是比较好养的 所以土壤的要求也不高 盆栽的话 后期排水性好就可以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 这个通用土来做 这个扇盆也非常的简单 直接把它拿出来放进去就可以 大家看这个根系 实在是非常的大 不要去动这个根 尤其是这个夏天 这样就种好了 实在是非常的简单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 再把它搬去 有明亮散射光的地方 换一个星期左右 再逐渐的给它增加光照 这个菊花它是秋天开花的 所以我现在种的话 要我秋天开花的时候 就更容易开爆棚 因为有这么长时间 让它去长割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